大家好我是蘋果妹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iOS 16 你还不知道的功能 就在上一部影片里面 其实我们已经有很详细的讲 这一次iOS 16哪一些新功能了 不过这几天测试下来 发现还有一些东西我们有遗漏掉 然后加上上一次 有很多观众跟我讲说 希望我讲CarPlay还有Apple Pay 所以今天我们都一一带到 那大家放心上一部讲过的东西 我们今天就不会再讲了 那首先来讲一下 上一部我遗漏掉没有讲到的 就是这一次iOS 16所支援的机型 淘汰掉了6s系列 7系列跟iPhone SE第一代 那我自己现在测试版是装在 iPhone 12 Pro Max上面 然后正式版要等到三个月之后 也就是iPhone 14发表时候 iOS 16的正式版才会上线 所以现在很多人问 就是说要去哪里装呢 我非常不推荐现在大家 装在主力机上面 就是除非你有多余的iPhone 就是可以当备用机的话 你就可以下载玩玩看啊 那就有很多人问说 下载这个测试版之后 App可不可以用 还有其他功能是不是正常呢 在游戏的部分呢会有问题 然后还有银行的App也会不能用 那电量的部分呢 iPhone 12 Pro Max我没有特别的感觉 就是你放在那边 然后它也没有特别的耗电这样 然后我们要讲到 关于荧幕的两个有可能的新功能 就是现在呢 有人发现在iOS 16的程式码里面 发现有随显萤幕的踪迹喔 也就是说iPhone 14的Pro系列 可能真的会有随显萤幕 不过会不会有呢 也是要到时候才会知道啦 不过现在可以确定 就是他们真的有在测试随显萤幕这样 另外一个新功能呢就是横向解锁 就是接下来呢在手机上面 你这样横着拿你也可以解锁 不过现在机型指线13系列可以使用 相信之后的14应该也可以横向解锁 下一个呢我们要讲到上一部影片里面 有提到的去背功能 就是现在呢在相簿里面呢 你可以直接长按主体它就可以去背 那我也有提到说呢 现在在捷径里面就已经有去背的这个功能 所以我尝试做了一个新的捷径 就是可以整批帮你的相片去背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我已经写完这个捷径喔 非常非常简单它只有三个步骤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现在它还有bug 它的bug就是去完背的照片 然后它整个会变成90度的翻转 就是它不是正的 那如果这个bug可以修正的话呢 之后它会变成一个非常强大的去背功能 就是你在里面选完所有你要去背的照片之后呢 它会一次帮你处理 然后要带大家看一下就是去完背的细节 也有多么的强大就是大家看我的猫呢 它的边缘其实我觉得算是还蛮强的 虽然没有到完美 但是我觉得去背完的效果非常的好 就是去完背的这个图片 可以直接拿去做LINE的贴图这样 那考虑到现在正式版还没上线 大家根本就还没有这个选项 所以这个教学的部分呢 我就留到iOS 16正式上线的时候 再来上片啰 另外呢相簿里面的选项现在有所变动啰 就是在相簿里面现在新增了一个按钮 就是大家看到在多选的地方呢 右下角会多出一个三个点点 那你选完照片之后点下这个按钮呢 就会出现拷贝复制隐藏啊 甚至是调整日期跟位置的选项 那原本这些按钮呢 它是出现在分享选单里面的 现在呢它都统合到了 右下角的这个三个点点里面 那除了整批调整之外呢 单张照片点进去的时候 右上角也会有这个三个点点 点进去呢一样是刚才的那些选项 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平常用的那些功能呢 现在跑到了这个地方哦 好那下一个呢 我们要进到也是相簿的新功能 就是现在呢 点到相簿里面的第三个选项 进来之后到最下面 就会看到三个新功能 第一个新功能叫做重复项目 顾名思义呢 你点进去之后呢 就会看到所有你相簿里面重复的相片 然后你看到上面呢 就会有这个合并的按钮 这样子就可以很快删掉重复的项目 并且帮你的储存空间瘦身 那我们现在回到上一页 来看一下下一个新功能 就是已隐藏跟最近删除 现在你要进去的话 都必须要Face ID了 我觉得这个功能还蛮合理的 因为既然你都已经要隐藏相片 就是不想让别人看到嘛 那再来下一个功能呢 我们回到桌面 大家现在看到桌面上预设呢 多出了一个按钮在下方 叫做搜寻 点下去之后呢 就是Spotlight的画面 那大家知道呢 其实原本就已经有这个功能了 就是你在桌面的时候直接往下拉 它就会出现这个画面了 所以呢现在就只是多一个按钮 那如果你要隐藏这个按钮也是可以的喔 你只要进到设定里面 进到设定之后呢 找到主画面这个选项 然后你就会看到最下方 多出了一个显示Spotlight的按钮 把它关掉之后呢 你桌面就不会有这个按钮咯 不太会使用Spotlight的人 你习惯有一个真的按钮在那边的话 是蛮有帮助的啦 但是整体而言我觉得这个功能是还蛮多余的 好然后下一个呢 在上一部影片里面我没有讲到的 就是现在桌布的更改呢 已经跟原本画面不一样了 怎么讲呢 我们现在呢进到设定里面 然后我们去找到背景图片 然后呢我们再按一下 加入新的背景图片 点下去之后呢 你会发现现在这个界面呢 变得跟新的解锁画面设定的方式一模一样 那在桌布的部分 它现在有一个新功能 就是先按一点进去 看到下面呢 会出现这个模糊易读性 点一下之后呢就可以切换 例如说我现在把它打开之后我们回到桌面 你看到它的背景整个是糊的 其实这样子也蛮好看的 而且例如说你的锁定画面 如果跟你的桌布一样的话 就可以这样子做一些不同的变化这样 然后呢除了刚才说这个模糊易读性的功能之外呢 它在下面还多出了这个漸层 那还有单色性 然后点进去之后你就可以去选颜色这样子 那当然也有最基本的图片选择咯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讲到钱包 Apple Pay还有CarPlay的部分 现在呢在钱包App里面呢 可以加入美国的驾照咯 而且这个驾照呢 不是放在你手机里面当花瓶的 它是可以用于正式场合的身份验证的 当然也要对方可以接受这个验证方式 而且不只是现实可以使用 你在手机里面的App或者是网站 如果要验证身份或者验证年龄 都可以直接使用这个钱包里面的驾照 不过现在呢只有Arizona的驾照 可以加入这个钱包 之后呢也会陆续有其他州加入这个功能 那下一个呢是关于钱包里面的门卡钥匙 现在呢可以直接做成连结 透过iMessage 邮件 甚至是WhatsApp 传送给你的朋友哦 不过呢这个功能在台湾可能是没有希望使用啦 如果你今天是在美国的话呢 可能几率会比较大一点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到Apple Pay的新功能 在今年初呢其实他们有推出一个新功能 叫Tap to Pay 配偶的商家呢可以直接利用iPhone当成刷卡 即接受Apple Pay或者是信用卡 不需要额外的机器也不需要额外的合约 真的非常的方便 那现在呢Apple Pay又多出了一个新功能 就是分期付款哦 那它的名字叫做Apple Pay Later 就是所有你用Apple Pay付款的金额呢 都可以直接拆成四期 然后六周来付款 那为了这个功能呢 苹果当然应该先做好征信嘛 所以他们其实有收购一间公司 是专门用来查核大家的信用资料的 那除了分期付款之外呢 现在Apple Pay里面还可以追踪你的网购订单哦 就是例如说你在Amazon买了什么东西 你可以直接在Apple Pay里面看到 就是看到它现在出货了没啊 或是它现在是不是在路上之类的 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下CarPlay的部分 未来的CarPlay呢 它不会再像是过去平板的界面 它以后呢会跟车子的硬体还有软体 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像车子的仪表板呢 也会变成CarPlay的一部分 在上面呢自然就可以看到车子的 现在的油量啊或是电量 当然呢还有最基本的现在的速度啊 或是现在的温度 那在CarPlay上面呢基本上就是 可以调控这个车子的所有的部分 像是温度啊或是音乐等等的 那未来呢在CarPlay上面 使用导航路线也可以直接出现在仪表板上 那另外呢在CarPlay上面 也可以看到类似iPhone上面的小工具 可以看今天的天气啊或是今天的行程 那要做到这样子深度的融合呢 自然要有车厂的配合哦 那目前看起来呢 配合的车厂也都来头不小哦 像是有冰室啊保时捷啊或是Nissan等等的 那我自己对这个部分也是蛮期待的 尤其是未来电动车的趋势 跟这个CarPlay很好的融合在一起的话呢 就是一个更大的生态圈了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觉得上一部影片里面 我没有讲到呢想要跟大家补充的部分 那如果你喜欢这类主题的话呢 例如说iOS啊或者iPadOS等等的 也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还有按个赞 我才知道要做更多类似的内容哦 好的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苹果妹我们下次再见哦 嗨